处于地震活跃区的缅甸中部 去年8月才发生李氏6.8级地震 恐怖阴影才稍稍消散 没想到仰光北部城市待机 昨天遭到李氏5.1级地震来袭 镇央位于仰光西北方70公里处 镇源深度10公里 由于不少建筑物早已经老迈 再加上极减层地震带来的强烈震感 不止楼宇明显晃动 有的甚至瞬间坍塌 屋内民众来不及逃跑 被压在瓦力下 官方指出至今有至少27人受伤 除了一般民宅 修道院也难逃摧毁命运 缅甸中部去年发生的6.8级地震造成至少4人死亡 至少171座佛塔遭摧毁